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回得来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开荒视频 战区呢,是在那边好像打了个叫石夫的boss嘛 打完之后呢,开了门 左边呢,是一个选择性的区域都已经看完了 这边前进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叫什么灰同战车 看这剧情呢,它应该是 会一路朝我们轰炸,我感觉上是要走到它的旁边,在那边好吧 总之呢,是一个剧情像的东西 我在结束的时候是死在这儿了,我有点不太清楚 它是这个地儿是一定会摔死还是什么 总之看一下吧,这个地儿真的是,我天哪,这个也太黑了 所以是 重击伤害过量击杀,它不会死掉还是什么一个原理 前面还有一个 这是锁的的什么位置 这么可疑 嗯 少许加快提升棍式段数 我可以理解为像一个集中技能对太刀的影响 觉得可能还是有点用 毕竟整个游戏中 很多的输出循环都是以这个棍式为核心的 我摁了 我真的摁了 又一个浮的脑袋 又一个浮的脑袋 这个地儿有点 我是这么进来的 好像是 都是这种怪吗 为什么给这么多加血的东西 也是量变高了 现在是1200 我估计留着吧 那边有个怪 得以这个东西能为一个标志性 一个绿的一个蘑菇 然后我是这么进来的 刚才我是贴着左手边走 这次 刚才我是贴着右手边 现在是贴着左手边看一看 来到了一个亮的地儿 在前边是那个蘑菇 这左边呢 好像没东西 那个人会影响到我吗 这么多 我觉得保险起见吧 把这些人先 往边打掉 没有看见我 没有看见我 才把你也给打掉 还是没看见我 这是我 错觉还是 怎么感觉摄像机这么 难受 好像是刚才房顶特别低似的 等于这样出来了 装有点高 我先去加血 会自爆 不会他会抡 这个洞 这是难点 嗯 咱把血加上 啊 果然 然后呢 就直接炸死了 我之前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些小兵的自爆 能不能对其他怪造成影响 人是可以的 像之前有一个 这些东西拿到 这个玩意儿呢 我感觉吸不吸都没有关系啊 这是够加满的 黑莲鬼 增加少许蓄力时 积攒速度 可以理解成 集中技能对大锤的影响 看这个动画 也算是一个比较 实用的变身技能 那说到变身技能 我 这个也是没有 一直没有用啊 这边出去了 过去之后 这儿有一个这个怪 刚才他的那个攻击是 设计好的吗 以为是 玩家想偷袭他 但是他提前设计好 要偷袭玩家 这边我猜是能到我之前摔死那个地儿 那边 那等于是前面是那个战车了 那上面有个东西 算了 算了 不捡了 这玩意儿 可这是个问题啊 这是个问题 哦 哦 哦 这怎么打呢 这是这个利棍 这是一个硬直的动画 没有明白 我为什么要滚过去了 没有事这次 我还是被烧到了 好像是被烧到了 他这个手那动作就很奇怪 我觉得那个判定应该是在手上的 这个判定也是很奇怪 你像我已经全部被火焰包围了 结果是没有事 这个车总之我觉得设计的一般 因为我的元素瓶为什么是满的 这一路上有其他的秘密吗 我是刚才一路奔过来的 我有没有仔细看 好像就是给你设计出一些 藏身的地儿来 好像是没有 可以 这是被绑成蜘蛛撕了吗 还是什么 在树上吊着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哦 他老小 就算点身卖命 也要重谢大恩 对我说的没错 这小娘叫我起来 果然狗人 是他们 抓我的人回来了 别动 快点救我 好可怨者上钩 现在怎么办 通通烧死 烧个啤酒 所以是一个双boss 有意思 这是带 嗯 这是个问题啊 地上还有火 等于这个没有事 这有点尴尬 血倒是不多 那只怪呢 这个这个 我有在跑吗 我天呐就是他那个吹的那个那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伤害而且还躲不开 等于就是怎么打飞了好吧 打着就跑 倒是那个那个就能来了 对这好像变了 没有变 你去哪了 哎 你还要冲过来吗 火 火子又是莫名其妙的我的奔跑没了 这个怎么伤害这么低这次 我的锁定没了谢谢 回这耐力 回这耐力 我刚才想停停不下来 这就是火太多我不喜欢 五个血吧 等于他红的时候我才伤害高 转圈在干嘛 你背对着我 就在晃动 干什么 为什么我的追踪没了 嗯 他是自己也过了过来 这是一段吗 这个冲锋只有一段 这个地儿我不喜欢 不行 不行我要取消这个 你俩不要在一块这又是干嘛 啊 我 回避了 我在转圈 翻一个去 不管了 要去做那个了 还有一下 还是不行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 干嘛 不是 刚那个攻击就不是你对着滚了 要侧方向走 没在身子 自由阻灾 还是没死 我的 在什么呀 我的那边 摄像机 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你打刀 好 嗯 什么呀 我天 这个 这玩意儿能 我能打那个吗 谢谢 先加个血 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怪的连击能力如何 我这是打保龄球吗 停下来 谢谢 你还在弄 天 我没法 就这种方向了 就差一秒钟 来了 什么 什么东西 这为什么这么亮 这个boss设计的 想法不错 但是你这个 优化实在是太 优化实在是太 嗯 又来了 就等于我试试这个 我先要先离一段距离 因为我的棍子还不满 能不能不锁那个东西 我每次这个攻击 我这玩意能用来斩棍是吗 不行 这个连回避都没触发 这有点过分吧 急如火快如风 人生好风流啊 别老猪更连伤邪欲 姚氏 姓沈明谁 老师说来 若有半句变化 叔叔的听爬 可不长眼 好险好险 多谢恩人大救 我是大力王的女儿 名叫萍萍 牛魔王何来女儿 哄骗我老猪 偷打 大力王是牛魔王吗 我母亲玉面公主 就是被你所杀 玉面公主又是谁 母亲死后 我便一直跟着父亲生活 铁扇公主心善 任我做了养女 后来 哥哥从南海学城回来 我们一家团聚 终于过上安宁日子 哥哥一向孝顺 对我也甚是关照 可是不知怎的 不久前 他忽然性情大变 他悄悄召了 火云洞的旧部过来 先是求了父亲 又困住母亲 我 我实在没有法子了 才跑出来搬救兵 可可的一出山口 就撞进了哥哥的手下 那牛魔王神通无穷 我跟师兄两人 才斗他不过 铁扇仙更有灵保护身 怎么到了你这女怪嘴里 说求就求了 谁能料到自己儿子 反目成仇 做父母的 谁又真的狠心 对亲生孩子动手 呆子 这小狐狸哄你玩呢 你们看看这里 若不是哥哥的三倍真火 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 不好 父亲性命请客急修 请侯哥哥 务必助我一家 肚死劫难 这是一开始变的 那个侦察的东西吗 老猪我去探探变织 来不及了 侯哥哥 我在前面带路 快来 所以 是什么情况 牛魔王 牛魔王被困了 是要打别的boss 这个地儿我们是怎么来的 好 是那边过来的 是那个车的丁 等于是打完了车 马上就要再打一个 这个双boss 这感觉就是一个纯机制 也没有说 攻击什么的 感觉也不是特别的 高频率的那种 只要有耐心 就是可以 很容易的打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才那位朱长老跟你说了什么悄悄话 我且不计较从前血战 他倒好竟还有如此大的敌意 这山里山外到处都是哥哥的手下 吼哥哥务必跟紧我 从前 哥哥常以我在这山巾玩耍 那六剑将还会对我们开心 好生快活 我是要跟着你 你才会继续说这个背景故事吗 还是说就这么多 此处有洞能过 我先行 吼哥哥镜子往前出去 我的 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做一下营火 两只脚比不过四只脚 这个 光线天哪 那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牛魔王吗 好像牛魔王很大 这是取经之后好几百年的事 所以都已经长白胡子了 这东西为什么是 这东西为什么是 一对还是 是这个样子 你往那边走 那我肯定往别的地走啊 这边我走了什么样子 这是什么摄像机 谢谢 看着很广 就等于这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能是跟着那个狐狸走 我以为可以跳过去呢 我是没想到他会这么自动跳下 这个剧情说话没明白 首先把那个吃了吧 感觉这个地儿我也不太会回来 好可怕 你会爆掉吗 我看着这个东西 我也是个箱子可以开呢 这有一个 那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天哪 就是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打 这是会埋出来的 然后呢 模型是原来 应该是第二张见着的 但是有些变化 感觉还是有点新鲜的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破盾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破盾 那边应该没东西了 那边应该没东西了 还是很线性 还是很线性 这个就是第二关的那个 好像是当时是蓝色的 为什么这么晃 为什么这么晃 这怪不能硬拼 硬拼 硬拼会很伤 火焰满 不对 单头 嗯 大金片 从金佛面上扒下 是什么 增加火炕性呢 很有意思啊 之后会不会获得一个 真玩让你免疫岩浆伤害的 或者降降低岩浆伤害 那边的人 也不 Collegok 又有这狗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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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明白为什么我又被攻击到 但是我 没事 你不攻击到就不攻击到了 我的摄像机也谢谢 刚才是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比那个差的远了 这是这是 让回到刚才我跳下来的地方 这个说话着呢也是不太清楚 另外这个地方的光有效 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好 好难受啊 可能 很真实 但是探索起来真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都看不见 刚才地方有一个 这是洞吗 那这个是洞 但是太灰了 什么都看不见 就等于是前面可以走 然后现在这个岩浆是可以探 我估计先不探岩浆了 岩浆感觉上 那是什么东西 把这个打出去 那个怪过来了吧 我的 练机 又没练出来 然后我又被练 刚那个我被火喷了 我就 我就没法 回避出去 这哥们的 钢体效果也是让我看不明白 这个明显是前进的道路了 这边呢 没有埋伏 是拖吗 还是那个厉害的怪 这是个厉害的怪 我加血 我加上了吗 血 再加上 再喝一瓶吧 什么呀 我的这个 为什么距离感这么奇怪 我为什么打不到怪 刚才我感觉就是跟他中间还隔着一个人 但是就是打不到 也不是打不到 就是我没有往前去追他 可能这个地儿不平 看一下你是什么 地罗刹 罗刹 出走攻击后 增加伤害减免 这儿为什么可以 跑这么高的地方来 这些地方我猜都可以走 我要么找到一个 往前的萤火 然后我往回探 我这么探 我这么探肯定是探着探着 我的血瓶就都被耗光了 而且这个岩浆上我不能 不保持满血 它是有怪的 摄像机 这个地儿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 我就被 刚才它在地上 我以为会爆掉 你过来 这没死 这是我 来的那个门 这有一个门 上面还有一个门 这是个boss站了 猴子 棍子 死的 活的 带王 都要 站住 带王有令 山闯阳要进攻者 杀 为什么是两个血条 锁定 谢谢 能喝什么 为什么 这个摄像机的锁定 为什么会没掉 谢谢 两个血友 远得 一点 吗 你 你们 你们 他们 你们 你 我们 他们 你们 你们 您 又开始这种奇奇怪怪的法术,我实在是做了个什么东西 你走,我来 你走 我天哪 这个摄像机我都快疯了 你是法师吗 为什么这么这么精打 什么呀 弄完之后这样 弄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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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boss我一点也不想是吧 还是个这个玩意儿 就等于是你谁先把哪个怪打死 还影响到你吸这个东西 雾里云 云里雾 这是两个吗还是一个 减少巨星散气法力消耗 就等于还是召唤了两个人 这个肉不这个人我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拿那个棍子的攻击 他是砸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在地上他在 抡的时候会稍微的带到你一下 我觉得那个东西设计的就是 恶心你的 这么走 这应该是前进方向 这边还有其他的路吗 这一代游戏中的法师boss 我也是不是特别的喜欢 感觉上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之前是打那什么魔匠的时候 我就感感觉到 这个不会摔死吧 这游戏中很多的法术 你被打了之后 硬直是特别的大 或者可能这个游戏中 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是 出入是没有Q的 你的翻滚 回避 没法Q出来 这相当于是 如果你一旦说被 这是什么 你被打的时候 毕竟人不是反应那么的快 有一定的延时 等你反过的时候 你再按 你没准是 还处在这个硬直的时候 总之是游戏识别不到 很多动作游戏中 它是相当于是加了一个Q的话 相当于你是可以 即使在硬直的时候 等你硬直结束 这个人物自动滚 也有好也有坏 像魂系列最 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 攻击出硬直 等硬直结束之后 这个本身已经没事了 但是人物有时候还会再滚架 这个游戏我发现 完全一点的Q都没有 就会造成你 这人傻站在那里 被那个攻击抑制 这是我觉得是特别 不能接受的一个设定 可以这样 也是打了好几个萤火了 看一下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 火疗一关吗 那个字面 上个萤火应该是二关 不对 等于上个萤火是谷口 现在是什么罗煞宫 这是来这儿找娘了还是什么 等于谷口这边是 还有很多的火山的地形没有碳 然后这儿有一个牛 我觉得我四点时间去找个牛 对话一下 如果有新的东西呢 是录进来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我就直接是不放进来了 下一期的话呢 我觉得回谷口 去把那些岩浆的东西探一探 等都探完之后呢 是再去往前探索这边 这个罗煞宫的内容 大概是这么一个计划吧 等这期呢 就先落这儿了 也是相当习惯 这样我们下期见